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到今日点击节目 我是石涛 上期节目我们跟大家分享了昨天4月25号 是个纪念日 那1999年的4月25号 超过上万名的法轮功学员到中南海 北京复旧街 实际我跟大家讲了 被罗干下了套 人家去的是国务院宗教事务管理局 我们原来叫国务院管理局 我从小住那 四周的墙都是我尿过的尿 小时候尿过的尿 淘气 所以那地方 哪地方有个坑我都知道 同时住那附近的有刘少棠 当年跳红长青的 董奇舞 这是当时的 我记得是中将 应该是中将 就住在那儿 所以他跟国家宗教事务管理局 跟辅游街中南海之间的距离 一百二十米 辅游街跟这个辅游街和这个 西安门大街的八角地方 有个延级餐馆 原来吃延级冷面在那吃 非常好吃 卖包子 四毛二 四毛二 三两包子 这时候小时候就像过节的时候 每年 每个月老爹发工资的时候 在那吃顿包子 现在不知道什么样了 现在不知道什么样 所以那个所谓的法轮学员 唯中南海 是被罗干玩了 被合作修玩了 这是我们跟大家讲 而昨天那个日子呢 很特别 在YouTube上 我的我个人的那个账号 石涛TV的账号 现在一个视频 两天平均大概三四万 稍微大家感兴趣的 就七八万八九万 但昨天我上传的几个视频 一天下来 竟然是四百多点击量 那是非常吃惊的 我不知道是YouTube的统计问题 还是中共完全封锁的问题 我不知道 但那是个日子 那是一个很特别的日子 发生了很特别的故事和什么 那昨天上传两个视频 还是类似 看起来点击量不高 但是留言的 称赞的几百 也有朋友说 5月5号要出事 涛哥你知道吗 有人说6月15号 说的日子不同 但5月5号要出事 这个好像在网上传的比较多 出什么事呢 大家都有默认 可是就在同一天 传出了李克强差点出事 差点被人撞死 消息是这么说的 是庞永远超软性的 消息是很高的 消息是一畑的 是庞永远超软性的 赛永远超软性的 李克强四川遭遇车祸 看起来很像预谋暗杀 这是一个无法证实的消息了 四川武警的消息人士讲 李克强24号在四川考察时险遇车祸 总理车队被两辆越野车故意冲撞 针对李克强的坐驾 那这种视察一般他们都会坐中巴的 不会坐小车的 他说所幸的专车司机及其机敏 闪躲了对方 没有被撞上 而肇事越野车随即逃跑 当局正在全力追查中 我说肯定他也好 否定他也好 这件事情是假的 那这个消息出来就可以 这件事情是真的 那撞他的人就是可以 对吧 这个道理很简单 而两辆车撞完他又要撞他 然后又跑了 这又是可以 所以不同的角度 我们就看到不同的故事 事发昨天李克强离开亚安地震的地方 回成都的路上 两辆越野车冲向车队中 李克强的所称的中巴 那中巴及时躲闪 躲过了两辆越野车的袭击 那越野车逃离现场 没有追上 那这家媒体报的是独家新闻 谁给他报的消息 为什么 在柬埔寨 我们知道 柬埔寨立了个法律 谁敢戴共产党标志 犯法 红色邪教成了过街老鼠 那他有不同的消息 第一个 明报专栏作者开天窗 声援江国元 声援他的这个曾经的执行主编 红色邪教成了过街老鼠 在柬埔寨 柬埔寨开始禁止使用共产党图案 佩戴共产党的标志犯法 交警民众都参与了禁止使用共产党标志 视频中 我们看到这小伙子带着共产党标志的徽章 被警察发现 被拿下后 并且严厉制作 跟大家讲过 古巴已经没有政治犯 古巴已经没有政治犯 越南 准备建立成 要建成美国式的一个社会 那今天仅剩的朝鲜跟中国 结果朝鲜据说在他的 我看到一个报道 朝鲜跟今天的中共完全翻脸 叫中修什么社会主义 说今天的中国是中修社会主义 在他的文章当中提到 所谓的抗美援朝 毛泽东干死了91万中国人 死了91万中国人 这是金三胖在他的媒体当中 跟今天的中共翻脸之后披露出来的故事 我觉得这个照片非常特别 坏人恶人都怀念的那个时代 因为可以合法的正确的行恶 指文化大革命 你可以看到上面那个条幅写的 彻底打倒以刘少奇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 什么反动派大概是 下面谁反对中央文革就打倒谁 今天刘少奇的儿子刘元 这就是共产党的日子 对不对 他爹被这么打倒了 叛徒内奸公贼 然后他曾经遭受过非常残酷的迫害 今天他从上将的官位上下来 成为了人大的某某某 习近平的爹 在习近平的陪同下 因为他爹的官位比刘少奇稍逊一点点 没错 那今天我们看到的场面 儿子当权了 可是当初干掉他们爹 干掉他们家的那块破肉 还在这个照片的对面上 对不对 这个语录没了 但是毛泽东的像 还在这个城楼下面 我说共产党叫魔鬼 你有什么不信的 你就留着鼻涕也得信的 我的意思就是 你就是个傻帽都懂得 这不是人呐 这不是人呐 但你非说 党还做过好事 那香港呢 目前其实成为了一种新闻中心了 法广一篇报道 前香港政务新星 踢爆香港官场和商界的七大虚伪之罪 香港特区政府实务和卫生局的前政治助理 叫做陈志远 日前在Facebook上披露 隶属香港政坛商界的虚伪欺视 不点名的批评 问责官多次回避 港独到底违反哪条法律了 明确指他们口说尊重法治 却会先说谁犯法 被问到确实犯了哪一条法律的时候 就说会从几个方面研究之下 再回答你 港独这件事情 在十年电影当中披露了 完全有这么一段故事 港独是今天中共体制当中 把香港人以非人的方式治理的时候 人要维护尊严 人要维护尊严 为了能够抗争共产党 然后出现了一个港独的说法 他拒绝服从中共 拒绝服从魔鬼 然后反过来用爱国主义 打击港独 这就是所谓二十三条出来的手法 对香港的做法 完全是周永康的做法 港独的抽现 就是当年被那些强拆的老百姓 抢了街头炼摊的东西 那些老百姓是一样的 所以没有什么港独不港独 在我眼睛里 没有什么港独不港独的 他想过人的生活 维护人的尊严 他只能拒绝中共 在形式上出现了这种说法 而与此同时 欧盟针对香港的事情 严厉批评中共 欧盟在星期一发布了2015年 香港特区行政报告中 敦促中共当局充分尊重香港特区的 限制安排 以及恢复香港居民和国际社会 对一国两制和基本法的信任 这个概念跟习近平自己主导的概念 和说出来的话是一致的 但是在现实的香港本身 和过去两年时间里制造的事端 却让人们知道 完全在摧毁基本法 摧毁一国两制 香港的动荡 这几年过来的整个过程 是曾庆红 他的整个人脉 动用了他所有的人脉 在香港制造事端 所谓香港港独的出现 无外乎是被他们制造事端 挑战今天的习近平 挑战习近平的原因 就是在香港事端出现的过程中 所有的帽子扣在习近平脑上 所以我跟大家一直讲过 你别看在海外上 在媒体上有些反共人士 所谓的反共人士 他拿的是江泽民的曾庆红的钱 拿人钱财替人消灾 消不了灾 拿着钱就跑 就这么点事 那好 这期节目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